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太空船出世之后 阿玛迪洛经历了有生以来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幸好主席愿意听从他的劝告 采用了他所谓的高明退让策略 虽然这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却引起主席无限的遐想 何况主席自己也擅长这一招 立法局的其他成员就很难对付了 阿玛迪洛按捺住火器 不遗余力的说明战争的可怕 如果非打不可 也一定要选择适当的时机 千万别选错了 他发明了一些解释时机未到的新奇的理由 试图说服其他太空族世界的领导者 想让他们就范 阿玛迪洛必须将盟主的气焰发挥到极致才行 可是 当丹吉贝勒船长带着他的要求一路飞来之际 阿玛迪洛觉得自己再也按捺不住 实在太过分了 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阿玛迪洛说 难道我们要让这个满脸胡须 穿着奇装异服 说话谁都听不懂的家伙 降落赵罗拉 难道要我出面请求立法局同意将一个太空族女人交到她的手上 太空族女人哪 那会是百分之百 史无前例的举动 曼达玛斯淡淡地说 你以前总是把那个太空族女人称为索拉利女人呢 对我们而言 她的确是索拉利女人 可是 一旦牵涉到了银河殖民者 就该将她视为太空族女人 如果让她按照计划 降落在索拉利 她的太空船可能也会被毁 而她自己和那个女人势必一起送命 那个时候 我的政敌便会振振有词地指控我蓄意杀人 而我的政治生命就可能结束了 请反过来想一想 我们辛苦了将近七年 就是为了要一举毁灭地球 如今只差几个月 这个计划就要大功告成了 在这么接近大获全胜的时刻 难道我们真要冒险开战 把我们的心血付之一句吗 阿玛迪洛摇了摇头 其实 我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小朋友 我若想说服立法局 同意将那女人交给银河殖民者 根本就不会有人理我 而我只要做出这个提议 事后就会有人用她来对付我 除了我的政治生命将岌岌可危 还可能为我们招来另一场战争 再说 谁也无法接受一个太空族女人 为一个银河殖民者送命这种事 你这么说 会有人以为你 喜欢那个索拉利女人 你知道 事实刚好相反 我多么希望她早在两百年前就死了 但她现在不能这么死 不能死在殖民者太空船上 可是我不该忘了 她是你的曾曾曾曾祖母 曼达玛斯显得比平常更阴郁了一点 这对我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是一名太空族 我认同这个身份 也认同这个社会 我可不是从崇拜祖先的原始部落里冒出来的 接下来有那么片刻 曼达玛斯陷入了沉默 那张瘦脸流露出一种全神贯注的表情 他又说道 阿玛迪洛博士 可否请你向立法局解释一下 我的这位老祖宗并不是要去当人质 而是因为他是在索拉利长大的 对那个世界有超乎常人的了解 所以能在探勘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这项探勘对我们和对银河殖民者 同样很有用 毕竟老实讲 难道我们不希望知道那些可恶的索拉利人 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吗 只要那女人活着回来 想必会带回一份完整的报告 阿玛迪洛弩出下唇 或许吧 但那女人必须是自愿的 还得明白表示她了解这件任务有多么重要 而她的确希望替奥罗拉尽这份义务 反之绝对不能逼她这么做 好吧 假设我去拜访我的这位老祖宗 设法说服她心甘情愿地走这一趟 又假设你透过超波 告诉那位殖民者船长 她可以在奥罗拉降落 而且可以把她带走 但她必须说服她自愿跟她走 或者不管她是否心甘情愿 至少她口头上要这么说 我想这么做是不会有任何损失的 但我也看不出有成功的可能 结果出乎阿玛迪洛的意料之外 他们竟然成功了 当曼达玛斯向他报告详细的经过时 他不禁听得惊讶不已 曼达玛斯说道 我提到了那批人形机器人 但他显然一无所知 而我由此推断 法斯托弗当年同样一无所知 这是始终令我百思不解的问题之一 然后我开始大谈特谈我的血统 以迫使他提起伊利亚贝勒那个地球人 怎么样 阿玛迪洛厉声问道 没怎么样 他只是想起了这个人 提了几句罢了 那个想找他的银河殖民者 是贝勒的后裔 我想这么一来 可能会让他把那个银河殖民者的要求 更当回事 总之 这个办法奏效了 接下来这几天 阿玛迪洛觉得 索拉利危机所带来的持续压力 好像突然消失了 但也只有短短几天而已 在这场危机当中 至少有一点令阿玛迪洛颇为庆幸 那就是瓦西利亚一直没有出现在他的面前 如今绝非跟他见面的好时机 当他以全副精神面对一场真正的危机时 可不想被任何琐事打扰 例如听到他完全不顾法律现实的 坚称某个机器人是他的 此外 他和曼达玛斯很容易为了该由谁来接掌机器人学研究院 而吵起来 他同样不希望自己卷入这种争执 反正他已经选定了曼达玛斯 当自己的接班人 在这场危机中 曼达玛斯自始至终都紧盯着重大议题 当阿玛迪洛自己都觉得动摇之际 曼达玛斯仍然保持着绝对的冷静 想到那个索拉利女人可能会自愿前往索拉利的 是曼达玛斯 而又使他真正这么做的 也是他 假如他的毁灭地球计划果然成功了 非成功不可 那么阿玛迪洛可以预见曼达玛斯最后一定能当上立法局的主席 这甚至是天经地义的 阿玛迪洛难得不自私的这么想 因此那天傍晚 他并没有怎么想到瓦西里亚 在一小队机器人的护卫下 他搭乘地面车离开研究院 车内除了机器人司机 还有两个机器人和他一起坐在后座 在寒风细雨的暮色中 那辆车将他送回自己的宅邸 随即又有两个机器人将他迎了进去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想到 瓦西里亚 所以说 当他发现 他坐在自己的起居室 正在用他的超播电视观看深奥的机器人芭蕾舞 他自己的几个机器人都待在壁瓦中 而他带来的两个机器人则站在他的后面 他最初的反应只是单纯的惊讶 并非弃他竟然闯空门 他花了一点时间 调云呼吸 才终于能开口讲话 这时他的火气上来了 B声问道 你在这儿做什么 你是怎么进来的 瓦西里亚 相当的镇定 毕竟他料到阿玛迪洛迟早会出现的 他说道 我在这儿做什么 当然是在等你 我进来毫无困难 你的机器人非常熟悉我的长相 也很清楚我在研究院的地位 如果我向他们保证我和你有约 他们怎么会不让我进来呢 但是你并未和我有约 你侵犯了我的隐私 并不尽然 别人的机器人对你的信任总是有限度的 看看他们 他们的视线 无时无刻不盯着我 假如我想弄乱你的东西 翻阅你的文件 或是趁你不在时动任何手脚 我向你保证 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的两个机器人可不是他们的对手 你可知道 你表现的完全不像一个太空族 你这么做太卑鄙了 我会记你一辈子 阿玛迪洛气急败坏地说 听到这种形容词 瓦西利亚似乎有点脸色铁青 他压低声音 咬牙切齿地说 我也希望你牢牢记住 凯顿 我都为你做过些什么 而你居然对我讲这种脏话 我真想立刻走人 让你这辈子永远当个输家 就像过去两百年一样 不管你怎么做 我都不会再输下去了 哼 听你这么讲 仿佛你当真这么相信了 可是 明白吗 我知道的事比你来得多 我必须告诉你 如果没有我的介入 你将永远是输家 我不在乎你心里有什么盘算 更不在乎那个尖嘴猴腮的曼达马斯 替你准备了些什么 你 你为什么要提到他 阿玛迪洛立刻追问 瓦西里亚带着几分轻蔑 答道 因为 我想提就提 不论他做了些什么 或者自认正在做什么 别怕 我对细节一无所知 反正是不会成功的 我或许对细节毫无概念 却知道那是不会成功的 你这是在说疯话 如果你不想把一切都毁了 凯顿 最好还是听听这些风话吧 不止你自己而已 还可能牵连到所有的太空族世界 尽管如此 你或许还是不想听我这番话 总之 那是你的选择 所以 请问 你选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这番话 可有任何正当理由吗 理由之一 我曾经告诉你 索拉利人正准备离开他们的世界 如果你把这句话听进去了 事发之际就不会措手不及了 这个索拉利危机会发展成我们的转机 不 不会的 你或许会这么想 但其实不会的 他只会毁掉你 无论你采取什么紧急措施都没用 除非你愿意让我畅所欲言 阿玛迪洛的嘴唇泛白 而且在微微发抖 正如瓦西利亚所说 他当了两百年的书家 欠缺自信在所难免 就连这个索拉利危机也帮不上忙 因此他虽然应该命令机器人送客了 偏偏就是欠缺这个勇气 他捧着脸说 好吧 长话短说 如果长话短说 你是不可能相信我的 所以还是让我照自己的方式讲吧 你随时可以叫我闭嘴 可是这么一来 你等于是毁了所有的太空族世界 当然我是看不到这一天的 而且将来在历史上 请注意 是银河殖民者的历史 被写成有史以来最大书家的 绝不会是我 我可以开始说了吗 阿玛迪洛摊在一张椅子上 那就说吧 说完之后 赶紧走人 我会的 凯顿 当然了 除非你求我 非常客气地求我留下来帮你 我可以开始了吗 阿玛迪洛并未回应 瓦西里亚便竟自开始了 我告诉过你 当我在索拉利的时候 曾经注意到了 他们设计了一种非常特殊的 正子进路形样 令我觉得 非常强烈地觉得 他们是在试图制造 精神感应机器人 问题是我为什么 会有这个想法呢 阿玛迪洛恶狠狠地说 我可不知道你发了什么点 瓦西里亚做了个鬼脸 一笑置之 谢了 凯顿 我花了好几个月 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像某人那么鲁顿 以为自己是在发颠 我认为那是一种潜意式的记忆 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 那时我还把法斯托夫当成我的父亲 有一天 他心情大好 把他的机器人送了一个给我 你该了解 当他心情好的时候 总是会做些实验的 又是吉斯卡吗 阿玛迪洛不耐烦地难难道 是的 吉斯卡 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当年我十几岁 但已经有了机器人学家的直觉 或者应该说我生来就具有这种直觉 当时我懂得的数学非常少 却很能掌握形样的规律 其后几十年 我的数学知识稳定增长 但我在掌握形样这方面 并没有多少进步 我父亲常说 小阿西 这也是他的实验 看看这类昵称会对我有什么作用 你对形样很有天分呢 而我自己也这么想 饶了我吧 我承认你有天分就是了 不过我还没有吃晚饭呢 你知道吗 很好 那就邀我共进晚餐吧 瓦西里亚毫不犹豫地说 阿玛迪洛一面皱眉头 一面举起手来 随便做了个手势 机器人显然都 看懂了立刻 默默地准备了起来 默默地准备了起手 默地准备了起手 当然你这样还lause